Gordon 最近關於網上的情欲照事件 其實已經罵到香港滿城風雨 甚至是路透社都走來報道 我們打算青少年應該在這件事演當中 學習到什麼叫尊重私隱 什麼叫尊重其他人 但剛剛又發生了另一件事件 令我很懷疑青少年 到底能在這些事件當中學習得到 尊重自己、別人和私隱 港大有個學生宿舍 有個同學留下了一隻手指USB 於是有同學撿到之後 不是交給他或是交給學校的教職員 而是將有關男女情緒的片段 上網給同學互相欣賞 而那些同學也不覺得 去看別人的私隱或短片 是有什麼問題的 其實都令我覺得很疑惑 現在那些年輕人在想什麼呢 我知道你過了一段時間 都去很多中學裏面 講關性教育的講座 我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你去學校 講關於青少年性教育的講座 其實那些學生最關心什麼問題的 其實最近那半年裏面 其實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最近都應邀到很多中學 都去講一些有關性教育的議題 其中我留意到的就是 譬如初中的學生 有一個老師邀請我們 講一些關於性騷擾的議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發現到近年裏面 電腦互聯網非常之流行 就不同以前的 那些適情物品很難才能買得到的 現在基本上一上網 你關上廣門 開了部機 就基本上你都能接觸到 現在基本上性騷擾的個案 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一個上升的趨勢 那變成就譬如我們在講座裏面 我們都會跟學生去留意一些 譬如說都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東西 其實都是屬於性騷擾 譬如說學生很喜歡去玩 就是當作說一些 譬如說 取笑身體 沒錯 譬如說一些色情的笑話 譬如說跟其他人不斷說一些色情笑話 又或者他們很喜歡用一些厭惡性的字眼 去取笑別人的身體 就是令人覺得很不舒服 是的 沒錯 變成了我們在講座裏面 或者都會強調一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 譬如說我們通常做結論的時候 我們都不是說想去提醒大家 怎樣才為之犯法 或者之類的 這個都重要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說 其實我們應該去建立一個 互相去尊重的一個文化 應該在學校裏面建立出來的 譬如說大家不應該把自己的快樂 建立在別人的痛苦身上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我想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比較反對人 來集體繼續去看情慾照的照片 其實我們鼓勵一些人 應該刪除有關照片 不要再去瀏覽 我們也鼓勵一些港大的同學們 不要看同學上去的那段短片 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 除了初中是教一些關於性騷擾的講座之外 高中有沒有不同的呢 例如去到高中 其實我自己的理解和我自己的觀察 其實多了學生 例如說戀愛 拍拖 一些這樣的事情 他們會留意得多一些 變成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去講一些這樣的講座 例如在你個人的成長裏面 你的成熟程度夠不夠 以致你能夠可以進入拍拖呢 又或者在拍拖裏面 你應該怎樣去和異性相處呢 我想這些都是他們關心的一些問題 其實都是按著不同的年級的同學 都會有不同的題目的 可能初中的時候你會多說一些 兩性相處 性騷擾 或者是人際關係技巧等等的東西 怎樣尊重自己又尊重別人 可能再高中一點的時候 甚至是說戀愛拍拖 怎樣預備自己做一個好的情人 怎樣來得多愛自己的情人 就不是好像有些團體就只是說 性教就是教他怎樣戴鼻孕套 而是一個比較整傳一些的 就是教他怎樣做人 甚至是 是嗎 嗯嗯嗯 會否加上分手 最近不是有宗新聞很恐怖的 分手一對男女 男生就回去傷害了一個女生 現在的女生已經是證實死亡 其實是很可惜的 會加上分手的 都會的 其實因為分手我們都要分得好 首先你要明白自己是否適合拍拖 如果不適合拍拖 不要拍拖 不要拍拖 我們都會教導一下青少人 其實我們都可以花點心思 去做一些比較驚喜出來 為對方創造一些驚喜 令到對方開心一點 這個都是一些可以學習的相處之道 是 是 是 分手的時候就不要在拍拖紀念日 在聖誕節 情人節的時候拍拖 一些特別容易令人傷感的日子 這時候跟別人說分手 可能有很多問題出現 其實你去學校講那麼多討論 都有很多經驗 我知道你們都將一些經驗 寫了一些教材 這個06年的聖教教師手冊 是免費被人殺取的嗎 是的 沒錯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 去拿這本的性教育的手冊 206的手冊 大家其實都可以 來到明光社 去免費去殺取這本的小冊子 我想對大家 除了聽講座之外 其實裡面還有一些很有用的資料 亦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可以了解更多一些 我知道裡面其實有關於三個題目 一個是關於兩性相處 一個是關於墮胎 第三個是關於好心分手 除了一些很實的文字內容之外 原來你還做了一個短片 還有一些VCD 可以幫助學生去思考和討論 歡迎大家可以拿 我們都知道 其實就著情形照事件 其實明光社製作了三個教案 一個是關於互聯網 一個是關於性教育 另一個是關於偶像文化和傳媒操守 歡迎學校或者清潤中心 免費殺取 以至大家有多一些工具 回去和學校討論這個情形照事件 或者討論兩性相處 歡迎大家有興趣向明光社殺取 多謝大家